大家好,我是清风乍起,就等你了 今天介绍一部小伙死后变鬼营救妻子的电影《奇妙幽灵》 泰震是个小警察,工作认真努力,连休假都跑去抓贼 开鱼店的女友很心疼泰震 女友已经怀孕,两人正准备结婚 而马大叔是个柔道馆的老板 身强体壮,恐无有力,但却见义不为 公交车上遇到小流氓,辱骂老太太 却不愿出手相助,而是选择默默下车 某天有人报警说狗丢了 于是泰震去帮他找狗,突然在码头看到一个小胡子 带着一群人推嗓着几个女人上了车 他感觉这些人一定是偷渡的 于是骑车追赶,但却没追上 转天,泰震在超市买水 突然看到昨天看到的小胡子从夜总会出来 于是他晚上就在超市里盯着那家夜总会 结果就看到有个女人跑出来 却被黑西装给抓住 女人偷偷的将手机扔到花坛里 然后被黑西装抓了进去 泰震跑过去捡起手机 回到警署后,将手机储存卡里的视频 给二货同事看 正是夜总会的内部视频 里面的人正在强迫偷渡来的女人们接客 二货同事忙问储存卡在哪里 泰震从兜里掏出储存卡说 卡有点问题,要去修复一下再上报 结果二货同事很快打来电话 让他到停车场去一趟 说有急事 泰震立刻前往 恰巧马大叔去超市给女儿买礼物 出门看到汽车被拖走了 只留下个违章罚单 他抬头看到泰震 以为是泰震给自己开的罚单 于是直追而去 而泰震开到地下停车场后 却不见二货同事 哪知出来几个蒙面人 袭击了他 他奋力跟对方搏斗 却被对方用车给撞死了 此时马大叔正好赶到 但也遭到对方袭击 但马大叔伸手矫健 对方不是他的对手 但却被二货同事从背后给砸晕了 原来二货同事跟对方是一伙的 但他们并没有从泰震身上找到储存卡 而二货同事发现泰震死了 斥责对方不该杀人 而对方却开车扬长而去 二货同事报了警 警察赶到后泰震突然站了起来 但却发现没人搭理自己 回头看去 却发现昏迷不醒的自己被抬走了 他才知道自己现在是个幽灵 泰震和马大叔都被送到医院抢救 女友焦急万分的赶来 医生说现在泰震虽然还活着 但不知还能不能苏醒 女友伤心欲绝 泰震忙过去安慰女友 但女友根本看不到他 他感觉茫然不知所措 而马大叔醒来后 警察询问他怎么会出现在现场 他说以为是泰震给自己开了罚单 所以就追过去问个究竟 结果就被人袭击给打晕了 而马大叔从病房出来 正看到泰震 他嘀咕着警察不是说这小子昏迷了吗 泰震很惊奇 马大叔竟然能看到自己 于是跟对方解释自己是幽灵 马大叔伸出手 果然能穿透他身体 吓得他扭头就跑 泰震追上去 让他帮忙抓小胡子等人 救下被拐卖的那些女人 但马大叔却说 那根本不关我的事 泰震求他帮帮忙 马大叔说我连人都不帮 何况是鬼 泰震郁闷的回到病房 看到了二货同事 二货同事很自责 然后神秘兮兮的 接了个电话就离开了 泰震跟踪而去 一路跟到了夜总会 二货同事指责小胡子杀了泰震 小胡子却骂他废物 二货同事拔枪指住小胡子 但此时警察所长突然出现 夺下他的枪 还扇了他一耳光 并过去教训了小胡子 说他管不好那些偷渡来的女人 泰震才知道 自己的所长竟然是 这一地区的黑道大佬 所长警告二货同事 不要把泰震那菜鸟当回事 还指示小胡子去干掉马大叔 说马大叔可能看到了他们 必须杀人灭口 泰震忙去通知马大叔 有人要来杀他 但马大叔不相信 还让泰震离自己远点 结果他就被一群人袭击了 幸亏他身手不错 干翻几名歹徒后逃走 而女友从泰震的物品中 发现了结婚申请书 已经按了手印 于是他跑去民政局 办了结婚手续 并念给泰震听 还给他看孩子的必超图 泰震不禁潸然泪下 而那张储存卡 突然从泰震的钱包里掉了出来 二货同事曾问过他 有没有见过一张储存卡 女友忙给二货同事打电话 说储存卡找到了 泰震很焦急 但却无法阻止女友 于是就去找马大叔帮忙 但马大叔的女儿突然失踪了 他没心情搭理泰震 泰震突然想起 之前巡逻时 看到过马大叔的女儿 进了他家旁边的仓库 于是跑过去查看 见马大叔的女儿昏倒在里面 他忙去通知了马大叔 马大叔抱起 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女儿 送到医院 医生说再晚一点就没救了 马大叔很感激泰震 说自己以前很喜欢做好事 但有天在路上停车 去帮助一个出车祸的人 结果一辆卡车开过来 将停在路边的汽车撞飞 他妻子当场死亡 女儿虽然被救活 但本身就遗传自妈妈的心脏病 更加恶化了 他自责如果不是自己管闲事 妻子就不会死 所以他发誓再也不管闲事了 正在此时 女友将储存卡交给了二货同事 他说他已经看了里面的内容 希望二货同事将人犯的们绳之以法 结果女友立刻就被小胡子的手下 给绑走了 太阵无能为力 忙跑去找马大叔帮忙 而此时马大叔正沮丧至极 因为答应捐赠心脏给女儿的人 又拒绝了捐赠 太阵给马大叔跪下 求他救救女友 说自己就快死了 这是他最后的请求 马大叔望着太阵落寞的背影 终于决定帮助太阵 他们冲到警局 马大叔让自己柔道馆的教练 将警察弄走 然后从电脑里 查询到所长名下的冷冻公司的地址 然后前往码头救人 而此时小胡子已经从二货同事那里 抢走了储存卡 而且他还想谋反 想将所长给干掉 哪知江还是老的了 所长一声令下 小胡子的手下 顿时将小胡子给暴揍一顿 扔进了海里 爱抚了油 这智商就别谋反了 太阵 马大叔和教练三人冲到冷冻公司 马大叔干翻了几名打手 然后解救了被囚禁的几个女人 正四处寻找太阵女友时 恰巧碰见要离开的所长 马大叔过去 就将所长的手下干翻 但此时警察赶到 所长贼喊捉贼 让人将马大叔带走 但突然又有几辆警车赶到 是重案组的探员 他们要逮捕所长 原来是二货同事 良心发现 举报了所长等人 他自己也甘愿服了法 最后马大叔也将太阵的女友救了出来 之后马大叔受太阵的嘱托 带女友来到 生前悄悄给女友买下的房子钱 女友非常感激 因为这房子本是他家的房子 但前几年 父母出意外去世后 没钱还房贷 这房子就被银行收走了 没想到太阵省吃俭用 将这房子给买了回来 马大叔跟女友说 自己能看到太阵的幽灵 女友很震惊 他含泪呼唤太阵 再睁开眼睛 就能看到太阵了 太阵说我要离开了 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和孩子 还说自己将会把心脏 捐赠给马大叔的女儿 马大叔很是吃惊 但女友却泪流满面 让太阵不要丢下自己和孩子 太阵也不想死去 却无能为力 他让马大叔照顾好女友 马大叔伤心点头 太阵紧紧抱住女友 然后就消失不见了 只剩女友在风里嚎啕痛哭 而病床上的太阵 留下一行眼泪后 撒手人寰 之后 马大叔的女儿 开始做心脏移植手术 主刀大夫看到马大叔后 突然扭头问 你是救了我和我妻子的那个人吧 马大叔猛然想起 这人就是当年 他停车救助的那个人 主刀医生说 我和妻子找了你很久都没找到 说你放心 你的女儿就交给我吧 女儿的手术非常成功 而马大叔也重新变得健义勇为 将辱骂老人的混混 揍下公交车 帮助摔倒的儿童 连摔倒的老太太都敢扶 而他的女儿也变得生龙活虎 跑去告诉太阵的妻子 他又打败了几个男孩 太阵的妻子将头贴在他胸口 听那心跳的声音 仿佛太阵的生命就在里面跳动着 而此时 太阵站在屋顶 幸福的看着妻子 我了个去 你不是走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这大白天怪吓人的 太阵的死是命中注定 而正是因为他生前做了很多善事 所以上天才会让他化作幽灵 去解救妻子 所以说人还是要做善事 没回报也一定会有福报 否则做的好事太少 喝酒的时候 连吹牛的素材都没有 只能看别人吹 做善事不一定要回报 但做恶一定会有恶报 而什么都不做的人 也绝不会有福报 不想做善事 却想做善人 不想减肥 却盼着不肥 长得不美 却想得挺美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所以我每天都得做饭 有时候生命实在脆弱 脆弱到轻轻一碰就枯萎了 有时候生命也实在顽强 顽强到能一直活在亲人的心里 再也不会老去 风吹过来 是我化作风来爱你 雨洒下来 是我化作雨来爱你 雪飘下来 是我化作雪来爱你 冰雹掉下来 是 是啥事 还不赶紧跑 好了我要去做饭了 孤朵白 下次见 有猴